我一看经书就想睡觉 看你的光盘也想睡觉 怎么办呢 我心里很着急 生自己的气 昨天下午绕府 我豁然悲从心来 泪如群泳 幻想放声大哭 就怕打搅别人 才强忍住 不知何因群发丝开示 这种情形不是你一个人有 我也见过好几位 那么佛在经上曾经提到过 这个事业障很重 你能够有这样的惭愧心 痛哭流涕 这个是业障发现的现象 可以借此消除 假如你读书 精神提不起来 我们不要读很长的时间 展开进去 读半个小时 或者多二十分钟 多瘦五分钟 这样子做法 早晨念一段 下午念一段 晚上念一段 慢慢的把那个时间增长 加长这样就好 看露相带也用这个方法 慢慢的你心就会定下来 一段渐渐消除 智慧渐渐增长 没有事情的时候 多念佛 绕佛就是散步 无论在什么地方 多走动 散步的时候 心里面默默的念这句佛号 大师之菩萨教给我们 度射六根 尽念相机 外面的境界 学着 不要去理会 散步的时候 我们只注意前面的路 不要顾忌路上的人 也不要顾忌脸旁边的一些状况 这样就能够收到 多射六根的效果 念佛是消业障 最殊胜的方法 你这样去做就好